姐姐 你穿上这身衣服 就是我们宅子里最漂亮的姑娘了呀 那你呢 就是这个宅子里最可爱的姑娘 我叔叔可真有眼光 对了 姐姐 婆婆早上说有礼物要送给你 礼物 什么礼物啊 走走走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你去吧 刚合适 我带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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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叔叔说什么呢 我带你去吧 他说 我带你这个礼物不太合适 为什么啊 就怕你不想要呗 谁说我不想要了 你看这镯子多好看啊 跟我这身多大 我收下了 你快 帮我给阿姨说 说谢谢她 这礼物我可喜欢 你确定 确定啊 快收 阿姨 敬你把手 你 收这个 不是啊 谁说不合适了 她现在就归我 我喜欢 你干净就好 下午我要注意办一点事情 你跟彤彤 待在家可以吗 可以 你去忙吗 我等你回来 小婶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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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寨子里的叔叔阿姨们都来了 他们想跟你聊聊天 我带你去见见他们吧 但是 他们说话我听不懂啊 没事儿 很多都会说普通话的 而且我可以当翻译啊 走吧 对了 你刚刚叫我什么来着 没什么呀 阿姨快走吧 别让他们等太久了 好 好 小心点啊 姐姐 这些都是大家送给你的礼物 我们寨子里的人也不是很有趣 但是大家都是拿着自己的好东西送给你的呢 你千万别嫌弃啊 不嫌弃怎么会 好的 是 十五ой Bernicu 看着小婶婶 睡了 做小婶婶 我穷婶婶婶脸乎 了 你 睡 妹妹 你看 我小婶婶拍着不漂亮 小姐姐 给你的这个 童童 大家都这么热情 我是不是得给点什么怀礼啊 是 最好是这样 那 要不微信转账 我给他们发红包 不行 不行 叔叔阿姨们一般都不用那玩意儿的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ATM取款机 我给他们包现金红包 我们这边跟你们大城市的习惯不一样 大家都不给钱的 都是送一些礼物作为回忆 那 我能送什么呀 你跟我说我去买 蛙生 平早贵远什么就行 寓意好嘛 大家生到了都很开心的 行 没问题 那我们去买 到时候给他们挨客回来 好 那我先走了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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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乖哥 恭喜 恭喜 这个好给你 你不客气 你不客气 韩哥 恭喜 恭喜啊 辣植辣卤 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你怎么看见你们开心 我当然开心了 我跟你说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里 你看这些东西 都是这的人送给我的 他们下午还来看我呢 然后童童还教我给他们回礼 我跟他都买了 挨个给他们送过去了 你还回礼啊 对啊 你要不要吃 这可甜了 跟我一下 彤彤 彤彤 叔叔 下回别再这么胡闹了 那我跟小婶婶解释一下 怎么了 早上回子 我还有事 我先出去 那什么时候上柜子 小韩 小韩 怎么了 你睡了吗 睡了 我冷 我睡不着 小孩 来了 来了 那些要妈进门桌子 要让我背 一种这里应该会好多 人家在家里应该会好多 躺着 趁点休息 晚安 下小时 准备 雨 溶辱 准备 让面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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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